上期发了夏日大牌雷 以为会被大冲特冲 结果无事发生 所以今天胆子更大了 带来一些更雷 而且是你们夏天绝对会买的东西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所有的胸贴都有使用期限 再好的再贵的 你用个十四八次 它就翘边脱胶了 粘不稳 而且现在胸贴真的卖得好贵啊 就像分四鼎蛋的这种巨龙型胸贴 它一堆就要卖你九十块钱 关键是它不好用啊 就是你们知道吗 它好疼啊 你贴一贴下来 你似乎你就是这样 再说UBRAS和VCN这种 这么小小一对就要你五十块钱 这一对要你五十块钱 虽然它们不会那么痛哈 但是它用几次就不行了 尤其是如果你家里还养了小动物呢 直接三次报废了 UBRAS它是没有胶的 它现在已经 喜事没有用的我跟你说 VCN的这个它是有胶的 但是一样的 就胸贴这种东西哈 它是个消耗品 你真的没必要去买这种那么贵的 所以韩姐我告诉你们一个渠道哈 你就去那个线上厂家里面 花四块五就能买到同样质量 这些个牌子哈就是进了这种厂家的货 四块五的东西 它贴个牌卖你四五十 所以你懂得说 你就在那个线上厂家多疼点 用完了不粘了直接扔了 你也不会心疼 同样的还有这些无间带内衣 我只想说都别买 摆了你就等着遭罪吧 当然不止这两个哈 我们买了一堆回来 我和我团队的妹妹们都是穿了 那显着就是一个能穿的都没有 我就这样跟你们说 不勒的它会滑 不滑的它勒得你喘不过气 还有那种形状奇怪的 就你去穿上它 你去那个胸口那里 你就像横着放两个芒果这个样子 要不就是那种把你的那个胸啊 勒得又平又扁还下水 我买内衣是为了什么 无间带内衣这个东西 你真别买 买了费钱还生气 还有哈 现在很多人爱买这种几十块钱的墨镜 很多好看的我也买 好看嘛又便宜 就这些墨镜哈都还可以 都还挺好看的 而且拍照也好看 但是就是你买可以 拍照可以 但是你们千万别用这种墨镜来挡光 因为这些墨镜 它是黑的嘛 你戴上也是黑的嘛 它会在阳光下给你的眼睛 营造出来一种暗示的环境 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放松警惕 它的瞳孔就会散大 然后这个墨镜的镜片 它还不能防紫外线 那外面的紫外线就通通的 进到你的眼睛里面 真的非常伤眼睛 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太阳眼镜 去防晒去挡光 你们就去买这儿八经的太阳眼镜好吗 就算你是买那种一两百块的 你要看它上面是有一个防UV标志的 就是这些个几十块钱的 你买回来拍照可以 也玩玩就行了 你千万不要带着它们出油防晒 真的千万别 还有这两个彩雷中在区 防晒衣和防晒伞 就下面这个牌子 它的大名在防晒间 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 但是它的性价比真的很低 不只瞎我视频 交下 一把伞卖到199 但是它的防晒值 却在一众的防晒伞里面 勉强及格 是50块钱的天堂伞不够瞎嘛 那它干嘛 骗你钱了 当你大爷走 不仅是它的伞 而且它们家的防晒衣也半斤八两 帽子袖子的防晒力还可以 可这个身体部分哈 你一测 那个紫外线值 直接标到200多 都空前亮了你 而且哈 我没有针对交叉哈 我之前是把市面上 大部分的防晒衣防晒散 都买回来都测了 合格的都不多 你们自己去看 最后就是脱毛刀 选的好 那就是脱毛神器 选不好 那就是上行利器 就下面的这几个雷 卖的都挺火的 特别是前段时间 有人疯狂推荐的这种背皮刀 就是做手术之前 用的那个刮刀 如果你没有读过几年医学院 你没找过人家那技术 你可别随便试这个东西 这个刀很快很危险的 同样危险的 还有背影的这个粉丝的 和躲梦的这个小圆刀 他们两个用者啊 稍不注意 你就会发生流血事件 最后的最后 两大废沃 吉利维拉斯和鼓励 安全 确实是很安全啊 但是根本刮不干净 你那个水一冲 留下一节茶 让你自己拘自己 好啦 下日的雷 我就排完了 拜拜